好 请喝茶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圣声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吻得寿辞 我今见吻得寿辞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 好 我们接着早上的 我们现在是略为讲 这个我们在一般地藏经的颂本 前面都有杰林菩萨的那个颂 在这里我们就也略讲 因为要细讲的话 可能还要很多的时间 那我们只能略讲 那为什么要这样略讲 避免大家光听这个 有时候听得很玄 那听到最后就不知道 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一段 其实因为 这边我们在讲地狱的时候 谈到很多都是什么 都是我们的那个夜道之气 重夜行感 乃至是夜海 乃至他如何 他为什么能 能敌须米 能深俱海 有时候我们只是得到一种概念 我们不容易了解他的道理 那所以说我们就在这里略提到这种观念 那这里面有一个谈了很多 或许我们待会还会谈到一些观念 但我现在一直不希望说 我们只是落入这样的一个概念上一直滚 但不知道他要怎么用 他给我们更直接的启发 当然从文字上我们大概也懂了一些 但我要的就是对我们现前修行 有更直接具体的启发 那从我们地狱这个种种夜道这样下来 我们应该如果我们现在虽然还没讲 但大约我们大概知道 我们这个心在照做 所以我们经常埋怨 这个环境给我们怎么样 乃至你现在千万般的如何拒绝 不要落山而到 对不对 你都不愿意 但其实没有人牵引你进去 你在自己制造监狱 这个监狱要有要怎么样的监狱 都是你在编的 住多久也是你在编的 你今天在人道里面如何 在六道里面如何 乃至到地狱里面如何 如果讲开来 其实那是你的 你照做的 这里面点出有多少道理 这里面道理可多了 我们如果看不到最核心的这个道理 我们会把很 我们第一个会把责任推脱到别个地方 而且你所下手怎么处理应对的方向跟方法 就一概都错了 错了 因为你不要说造了业 然后白搬了去回避 你就算想要回避 你也要找对方法 那所以说我们经常会埋怨很多的事情 甚至我们不是有讲吗 我们都 我们世间人做很多世间事很认真 乃至我们修行也很认真 但问题我们常最可怕的是认假作证 徒劳无功 所以我那一次在讲那个修道的现实与理性的时候 就有谈到 其实不修那也就罢了 因为那是个人的事情 那么长久这样 我们在佛门也这么长的时间 有时候看到很多事情 包括我们自己 其实有时候最让我们觉得很不值得的是什么 徒劳无功 徒劳无功 因为你这样修一直都对不上去 那跟他的本质不相干 只要说我只要虔诚就好 那你不然你虔诚念变黄金变黄金 这个我都很虔诚 因为我很需要黄金 变黄金我很虔诚 他永远不会变黄金 他磨砖不会沉浸的 那偏偏我们在造作的时候 所以我们为什么在佛法里面 我们很强调叫做唯一正真之道 我一直在强调这个唯一正真之道 他不是宗教上的垄断 独断 他不是 因为他真的道理是这样 佛讲出这条路并不是是因为我创造出来 我有一个什么样的权威 佛法可贵在哪里 因为他是事实 就这样而已 他不是宗教 他是一个事实 生命是这样的 所以他如果要远离这些苦 也只有另外一面 他是这样流转 你就必须这样环灭 就这样而已 所以我们谈到这一点的时候 我们就要知道说 假如你看不到这一点 你百般寻求生命元寿 永不死 乃至寻求做一切的 你做种种的祭拜 拜天拜鬼拜神 乃至我讲说你拜佛菩萨 可是如果我们仔细看 求佛菩萨是另外一个修行意义 如果撇开那种求佛菩萨里面 另外一个意义 你纯粹求本身 你之所以你求佛菩萨得到的感应 其实是另外一个感应原理 跟你求以后活才悲悯你 那是不相干的 我不是讲过 活的悲悯不需要你求 你是透过求把你的心打开的 因为你心打开才感应 并不是说因为你求活才悲悯你 你不要把它弄相反 所以我们一位一位求 如果你在求当中 且不把你的心打开 只是贪求 虚妄求 颠倒求 你再怎么求还是不会感应 所以很多人说我求了老半天 为什么不感应 没有因怎么会有果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东西 是不是 好 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说 其实整个地域这些夜感 会有很多这个石头啊 铜啊铁啊这些 这是由你内心显现的 今天你会受多少报 一分一毫 没有任何一个力量介入 即便介入那也必须要有种种因缘 轻易不能介入的 为什么 我根本跟你不同世界啊 我的世界是由我自己的颠倒妄想 我的巴士所限的 谁跟我介入 今天要是稍微能介入 是因为彼此有点工业 这工业到最后 虽然你熏难我 你影响我 到最后受不受影响 还是决定在我的心啊 就像我现在在怎么讲 怎么讲怎么讲 你听不听我能决定吗 对不对 那我就算 我再怎么讲的不好 讲的不好 有时候我也是这么认为啊 就像说 我就算命八字都弄错 他还会认为准 奇怪他怎么还会觉得准 有时候我们就觉得说 好几次啊 因为我都很 有时候我讲 希望我们把他讲到更彻底一点 后来发觉听的人好像不大懂 所以干脆不要啦 就随便讲啦 所以我就把录音机关起来 因为反正我随便讲 就不想要流荡嘛 结果到最后啊 最畅销的啊 就是那个随便讲的啊 我也不知道 奇怪 他们说你有没有录音 我就随便讲 所以我没录啊 免得以后看听了会后悔这样 没想到他怎么听 他怎么能受用 他就是这样受用的 所以我们也很难预料 当然也不是说随便 他有一定的影响 但这个影响不是完全决定在我 如果我们越来越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 我们就应该怎么去掌控它 今天就在 而且这里面还有很多意思 我前面不是讲嘛 如果我没有彻底了解这个道理 我没有彻底 我讲究改悔 改变悔过 这不一定光只是忏悔啊 只是一种警悟啊 警醒 原来我这一生这样的造作是错误的 不要再这样做 有这样的一个醒悟 这是一种彻底的跳开来 或者的话 你怎么修大概那个痕迹都在 就是高速公路里面的内侧外侧 内侧外侧 哎呀我修得不错 内侧 哎呀我最近堕落 外侧 就这样而已 怎么跑来跑去 就是这样 有的是二线道 有的三线道 就跑来跑去 大概就那几线道 从高雄上来 再怎么多伟大 基隆下来 就这样而已 你不能开到海里 没这个 就这样而已 到此为止 你的夜报你再多伟大 三界 除非车子不要 从边坡走下来 但因为我知道你爱车 所以你因为爱车顾 所以一定会在交流道下 除非说车子不要了 随便你 有这种决心跟气魄 所以在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 我们经常顺应众生的根性 所以方便在方便 但今天我们谈到 华元经的这个 当然它是一个很根本的 很根本的关键处 所以一般不容易懂 但唯有你看到 醒悟到说 其实一切是伟心所造的时候 你的态度不一样了 今天我不是离心之外 再来肯定外境 我是借着外 我们不离开境 我们不会离心去计较境 我们却也不离开境 从境观察心 因为你所看的境 其实都透露你的内心 你今天就像活运禅尸被一辟打过江一样 你看撑机会欲讲了 一大堆一辟就回来了 我觉得这句话非常有意思 我们可以修行修到最后就一辟而已 你所有公屋就死不了 那一辟就回来了 所以在这么长时间在修学里面 我真的觉得真的是一辟就打死一片人 有时候我想说 当初信誓旦旦为何出家 对不对 我们也是讲一点 我们也不是客气的人 我们也是满白 就是你看 我都还敢发那个助使政法舍我其谁 对不对 现在连这种狂妄的人都少了 但我们这种狂妄 如果这样狂 狂到没几年以后就不狂了 这样很垂胸顿足 我干嘛这样 如果我修了二三十年 就是一辟打过江的 那我干脆就留在原地放屁就好了 我把我来这里干嘛 那一点一一都没有 我们这样修了老半天 这个意思在哪 因为我们不是很如实去知道 今天我没办法说 跟您谈到很细的 因为我们智慧有限 试着尝试的表达 但那一份深切的感受是很真实的 是不是 我们今天如果看到地藏经里面 这一切其实本质上是自己的业力所造的 我们当然现在会说 哎呀 你见地藏菩萨 见地藏行 你见地藏相 说地藏相 怎么样 这是一种方便 这个方便简单来讲 说心是怎么造作 我这里有讲说 我虽然不知全然 我不清楚我的心是如何 因为我还没关得很清楚 但随着我开始慢慢关 我开始了解 虽然我不是很了解它 但我知道所有善恶源头 就是我这颗妄想心 你还没看得很清楚 至少你现在知道 敌人大概在哪里 下手术在哪里 那这一点就是很大进步 你再也不会瞎忙 一辈子努力努力用功 到最后全然无用 我宁愿整天就睡觉 偶而起来就好好对心对治一下 我不要说天天用功就找不到方向 你看我们这次生病就这样 他们出来医生跟我讲说 你不能加强你的免疫力 为什么 你不是你的免疫低落 你是你免疫力乱了 乱到什么 外面的病毒进来也打 自己里面的也打 打脚屁肥兵 我的免疫力怕到翻脸了 什么来都打 打到整个肺部都会虚 他就免疫失调了 所以这不是没有 是打风的 那我们现在呢 修行可以简简单单 一下手就得到 那也可以瞎忙一辈子 一点用都没有 是不是这个道理 所以如果你现在从这个道理 懂得稍微掌握一下 我如何利用一切尽 如何深刻的每一个时刻时刻 我先不求多 我也不是大根性的 我现在都很认命的 所以我讲说以前 我们出家之后 就会问我妈妈 我身下有没有瑞相 因为高僧都有瑞相 我就问他有没有瑞相 瑞相没有 我说哎呀 那我就没办法当高僧了 你看出家还在打这种妄想 我来说 不过你身那时候有敲钟 我说哎呀 那对象 就想一想不对了 人家寺庙不管你有身没身都能走敲啊 又没对象了 当然后面他跟我讲说 可是我们附近好像没寺庙 他又拦起一丝希望 可是我要想 如果一直在找瑞相 你大概也要知道 很清楚 你本来就不是高僧 我们从高僧传 没有看到一个高僧在找瑞相的 我说哎呀 实在是胡扯 不过我们现在就是说 我们从修行上 越来越看得很现实 从这个地藏经里面 越看很清楚的时候 我们有一种很急切的心 我希望我掌握到要灵 我不要再瞎忙 我能务实一点 我今天很承认我自己不行 但我正因为我很清楚我不行 这个就是我的用功处 我知道我有很多未深山 我们不要再迷惘 我们不要再回避 我们就很清楚 我的确不行 所以我今天如果要礼佛 我们就好好礼佛 那有时候现在的个性就想 反正是没用就不做 就会有慢慢觉得 不再硬 尽量不要再做这些 无意义的事情 其实这个给我们很大的启发 为什么 如梦幻泡云 如路易如电 其实没什么好应付的 人生有限 很多事情要做 弘法立身 各种真正实实的事情要做了 千万不要在很多地方 白白糟蹋掉了 因为走过这一段 自欺欺人也欺了一段时间了 对不对 再走下去不是铁丸的吗 所以我最近我也经常跟一些深重讲 我今天有时候很不客气的讲 假如我们依照原来这条路走下去 我可以明确跟你讲 毕竟是死路 不是吗 当然我这样讲有点 因为不小心跟你们讲 我们里面的好讲 里面讲 我讲他们 他们不敢反抗 开玩笑 我讲他们听了就算了 但我当然有时候就会 说实在 我真的是这么认为 因为你在我们自己身心 越来越了解自己的身心变化 跟佛法 跟我们的轮回现况 跟自己的身心现况 以我们现在这种微弱 不敢不惜生命 勇然对世间的关照而放下 这种气魄没有的话 你要出很难 大概还是内侧外侧这样而已 所以我说一个要顶天立地 一个修道人 他要没有看到这个源头 他是很难突破的 他大概就是那个模式 你没有出格的见地 不容易 真的是不容易 所以在这一点上 我们做一个老老实实的人 那怎么在每一个地方 我们也很清楚自己的不足 也很没办法 没关系 你承担你 承认你自己的烦恼 然后但你却有一个 从现在会每一个步骤 每一个刹那 都是一种很实在的 问心无可以的 对佛法是充满喜乐的 中间有疑惑 我乐意求他到底为何 那每一个步骤是如实修 这时候感觉就不一样了 你会发觉 好像功夫下不多 感应却特别多 马上感觉不同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点出这个道理 其实看出来就是说 我们居然 我们还不是很清楚 我们的身心是如何 但我大概知道 谁在那里 关键在这里 好 我现在尽可能在一切实处 为他 为他善法 你看 我们现在在看 这是我的感觉 我也抓不着你 但我知道都是你在作怪 我当榜你继续为我造业 所以在经典的确有讲 长久节来 你这个心带着我到处轮回六道 而今我将掌握你 让你跟我走 就这样 他有一个句子 我没有记下 意思就是说 之前我随我的心妄想 照做轮转六道 而今我有我来带头控制你 不是你来 我不是那种无知的随你流窜 而是由我带引你 是有这样的想法 所以我们现在知道说 我们稍不小心 我们这个心很古怪的 我现在有一点智慧心看他 但我无法完全家于他 我无法家于他 但我却知道怎么去防护 稍微知道了 所以我要小心不要被骗 不小心又丢养分给他 医生叫我不要吃那个 忍不住吃了 又火气大了 又如何 不行 我现在应该适可而止的 或是该给他 为他好善法 我也知道我只要喂他 他就会吸收 我虽然他的体质要改变不大容易 但我慢慢喂他终会改变 所以我适当的必须要自己 警惕非常谨慎 这个戒慎恐惧 时时不让恶法染污他 而应尚经常为他什么 为他善法 那就在这种 防止不好的进去 给他好的 那同时就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以空间换取时间 以时间换取空间 我就在过程当中 我慢慢认识 你到底是哪一回事 现在我知道 他躲在里面 是长个什么样子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了 我到我知道 他 我给他好坏 他会直接影响我 好 我就先给他好 恨坏 去坏了 就是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然后我试着观他 试尽其意 试诸佛教 地藏经要讲到这里来 本来就相通的 是不是 好 我们接着讲这个文 就是说我们看到 譬如公化师 不能知自心 我刚才已经讲到了 而有心固化 诸法心如是 我现在知道 我并不是清楚 其实我没有心 我心上不可得 你看 无言而彼舍生意 无色生相畏处 是因为没有实质的 但我们现在竟然有言而彼舍生意 有色生相畏处 其实我们现在都认为 我透过我的思维去画画 结果你从来不认识 到底是你的心是怎么回事 其实这个心是重颠倒妄想 种种种散热法夹杂在里面 然后你就开始画 他不能知这个心 其实是什么 重颜何合 其实连心意不可得 结果他就 以这么一个执着 那这一个妄想心 却能化 心其实不可得 但却能产生一切的 什么 诸法性 什么都没有 竟然跑出来了 所以我们要讲说 假如你看不到这一点 这个心 你不能好好守护 这个最关键的地方 随他跑 随他跑 我们经常在这个世界里面 做很多文章 计较分别 很多科学家 很用心的分析解剖 我常讲一个例子 就是有一个人精神有问题 有一万个心理学博士 集合 说哎呀分析 用种种心理学的理论 分析这个精神 有点问题的人 到底出什么问题 结果一个老太太 刚好卖菜回来 走过 哎呀不是啊 上辈子换火烧山 哎呀讲那么多 他就走了 结果这一万个心理学家 当然都不理他 可是偏偏只有他对 因为那是讲的 我们那个是直接的 你讲那么多理论 你能不能直接看 是不是 他看到源头 当然我这是评语 所以有时候 当我们在很多地方 极尽心思 学一切技巧 乃至我们听很多佛法 偏偏就认识不了你自己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 学习很多 学习很多 学到最后还是不认识自己 不是吗 那就很有意思了 所以他就点出这个 因为这个 我们讲到第一 就是要讲他的源头 心如武功化师 能化诸世间 五应兮重生 无法而不造 这个抓不到边的 无形无状的 以过去业力形成的 这种分别心的 这个心 说有 对啊 我们在造作 这仔细看 还抓摸不到 不然有机会你拿心出来 有一些修禅认为说 我们的心在哪里 我们的心在心上的某一点 所以关心的时候要关那一点 我就拿那个 在国外 我有看到一个年轻女孩子 他的心换成机器的 他的心在哪里 现在在手上 所以这个关心快 真的看得到 就在你外头 他的心拿着 另外一个在跳的 那个机器的 那现在你关心 是要关机器心 还是关肉心 肉团心 这奇怪 所以心哪会在那里 但你可以关那里 可以 方便 但你千万不要以为 心就在那一点 这样的讲法根本是错误 所以我想说 你们这个讲法错误 你看 不然这个人关什么心 他就不是往内关 他就往外关 因为他心在外头 你说往内头 往内头你只能看到马达而已 你说 一切诸法皆空 但有马达在动 这个里面在所有经典 也找不到马达那两个字 对不对 这种讲法 事实上就背离的佛法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 我们也看到 这个心这般的无常 有时候你静下来 当我们有时候在引导一个人 就说你看这个事情 在佛法他是很理性的 你认为这个事情如何 他说是这样 是这样这样 说真的吗 那你再给我找理由 一直找找下去 他说对 我还真狂妄 其实我并没有那么把握 我很多事情根本没有掌握到 而且很多都是我自以为是 我们不要讲为是 光这样你就知道 很多是为是的道理 你今天产生这样的论断 借而产生很多的判断跟推论 之后做很多的行为 回头仔细想 你的判断是这般基础 是这般不堪 而且很多判断 根本你没有掌握到证据 就用你的主观心 呼吁他意义 然后才做底下的推论 造作 这不就违心吗 是啊 所以我们假如有机会 我们不一定要打错的样子 其实我们稍微冷静下来 就在我们眼根对射程的时候 这个在观察 乃是我们身心的时候 你用一个很实在的 虽然不能观得很细 因为你的心是粗的 但你可以做如理思维 我们叫做思维修 其实思念处本身不是定 它是会 你这样来观察 以你现在能接受的境界 能说服了零零的境界 做你能认知的这种推理 这时候所得的结论是比较能被接受 而且比较容易影响你自己 如果你做很多的推论 推论到你自己基础不稳 远远超过你认知的基础 你推出来东西 仿佛对但起不了多大作用 为什么 你信不过 你信不过 因为你的基础脆弱 远远超出你的经验 我们要做比量 也要在你某个限量基础 有的人限量经验多的时候 你可以比量远一点 有的人智慧很低 经验很浅 你要比量的 你就推论的不能太远 太远他就思考不来了 这个佛法有这样的智慧 我们接着看 所以我们讲 心和众生三无差别 所以这样的心 这样的心 我们所谓讲众生 其实我们不是讲的吗 众生就在这个设染着缠绵 受想形式染着缠绵 这一份染着才叫众生 那这个心如果不染着缠绵 那叫火 那依这样的清净心 造诸多广大功德 依这样的染污心 造诸多六道轮回业 就是这样 是不是 这个心都应该知道 如心佛一耳 如火众生难 就像火 众生也如此 因之火以心 体性皆无尽 如人知心心 普照诸世间 如果知道我这个妄想心 这个心 我认为的心 方便施舍的心 所以我们讲 他这个心 所以为事告诉我们什么 为事不是要执着那个心 为事是点出修行的下手处 知道为事以后 就不要随便执着了 从知道尽是不离心而造作的时候 就不攀岩外 不攀岩外在瓦内观 原来心意不可得 是这样的 为事不是要你去肯定那一个 有一个硬邦邦的 有一个实质的心法 不是 他也不是 所以他无阿陀纳 无阿陀纳是 无阿赖也 无阿赖也是 这个讲得比较深 不过这个其实如果有机会去涉略 这个是深入尽障 智慧如海 但我们现在是过门不入 可惜可惜 若人知心行 普照诸世间 是人 则见佛 了佛真实性 你看 这个心 就是这个无明 这个无明照做了一切 所以行事 明色六路 对不对 所以看到缘旗 是不是看到法 看到法 是不是看到如来 没错 这个道理 跟其他经典都一样 其实不要讲说 这是大圣的法 连深文经典也是这样说 因为它是共同道理 共同道理 好 那这句话告诉我们写什么 我们与其外求见佛 不如冷静思考 看他一分虚假 你知道我意思吗 你把世间看得实实在在 把身心看得实实在在 用这样狂妄之心 在寻求佛 你根本没用 所以 如果你冷静看一下 那一分虚假 见得缘旗 见得法 见得法 就见得如来 所以看他一分虚假 就靠近如来一分了 是不是 所以我们才会讲说 踏破铁鞋 无密处 得来全部会功夫 为什么 其实我不需往外求 我只要现前 对我这个妄想心 多一分了解 就靠近了 就靠近了 这个很有意思 其实他点出 我们之前不讲说 法身在哪里 法身在一切众生处 在众生一切处 这样众生一切处 无非就是身受心法 五应处 观他五应处不就是见佛处吗 就是感应道交处 而且这是跟谁感应 跟十方诸佛法身感应 原来就是那一份放下 能理所理 能理我 所理信空 我如果懂得放下那一份颠倒妄想 感应道交难失忆 是不是 哎呀佛你怎么没来 就好像 哎呀那电视怎么都没看到影像 那主意查到老半天 原来查头没查 哎呀 那有人说 哎呀 你们家电视怎么彩色 我们家黑白的 你怪电波都一样 你电视机黑白的 怎么看彩色的 你就那几寸就几寸 你小心小量 当然那么小 你老是怪怎么 佛不给你大一点福报 加持一点 给你你也受不了 你的口袋总共就那么小 给你那么多干嘛 那也乖 那也执着 那也计较 什么都要 要到最后什么都塞满了 那还能塞什么东西 所以说福报小 你造成的 还是谁造成的 所以看不到这个道理 所以我们今天在很多 这个地藏经里面 它是不是就是 因为你的心是这样造作 我反其道而行 我给你圣贤法 我给你种种的善法 去滋润你这个 一直狂妄躁动不安的心 你现在什么都吃 那我就给你好的 慢慢的就傻傻笨笨的 那就在傻傻笨笨当中 我要懂得给他养分 他也笨笨的 我在不断的喂养他善法的时候 他竟然是慢慢转变气质 就这样 所以你看讲说 这个人就能知道了佛真实性 能知道佛真实性 心不足于身 身亦不足于心 而能做佛事 自在未曾有 我们不在于色身 色心这方面 为什么 其实直于色 因为你看在元旗法里面 色原明色 明色原色 当然这是一个 我们的色 我们更深细的色是 能让我们产生明色 明色就是 另外一层的心跟色法 这个色法心法 又可以作为另外一个 更潜在的心事的所依 所以简单来讲 就是我们用一个比较浅的 就是我们的色 让我们的受想形式为一 我们的受想形式 让我们色为一 我们的受让我们形为一 那个一来一去就像一 你的存在证明我的存在 我的存在证明那个 所以我们讲说 一群怕鬼的人 记在一块都不怕鬼 只要 其实并没有一个不怕鬼 只是因为合起来不怕鬼 一拆开来各个怕鬼 对不对 所以并没有一个不怕鬼 那合起来 那个不怕鬼是假象 一拆开来每个都怕鬼 没有很真实 所以我们现在来讲说 我们现在看到 我们只会看到一种 因为在世间法里面 它也很有意思 你必须要学习 随时都观察 你经常在做一些判断 肯定的时候 往往是站在另外一段 用一个简单来讲 你高 你一旦起高的概念 一定有低的概念 对不对 那如果我们地位高的人 地位高对不对 是不是地位低的 因为低才高嘛 对啊高才低 所以高的是不是真高 没有 高是靠低 所以高不高 你有没有听懂 就像我常起一个例子 那个 一个爸爸对小孩子讲 你要听我的话 小孩子说 为什么 我是爸爸 我生你的 那孩子说 那你应该听我的话 为什么 你没生我 你哪叫爸爸 你最多叫先生而已啊 你今天能当爸爸 还要靠我这个儿子呢 所以因为我的存在 你才当爸爸 所以你要听我的 那碰到那个笨爸爸 就好像有道理 一叫奉行 实际上在佛法里面 这样思考 高者哪有高 没有低你哪有高 低者不为低 因为他要有高 所以我们后来发觉 很多东西的判断里面 其实背后有另外一个东西在 而这个东西又靠另外一个东西 弄到最后 不过是一种假想而已 一个假设方便而已 你千万不要那么堵断的 那么稳定的认为 你现在的看法 是如实如实的实在 没有啊 所以我们因为了解 因缘是相互依待的关系 所以我们做很多事情 自然会形成怎么样 保留 那这个保留 不是那种故意样样保留 是因为 我们这叫谦虚啦 为什么 你没有资格随便论断 所以因为你知道它是变化 所以你懂得灵活应对 你不会忘断 因为不是你客气 这个谦虚在哪里 这个谦虚就不是说 自以为是 然后故意谦虚 你因为你发觉 不得不谦虚 为什么 因为你真的不行 所以有人讲说你要谦虚一点 我说不用啊 为什么 因为本来就不行 还要谦虚 现在我们经常鼓励人家谦虚 就是说 我很好 但我要装的不大好 这个蛮虚伪的 我们现在就不需要谦虚 因为我们真的自己不行 所以就不需要特别谦虚 当然我是讲一个话 就是因为我要反风那个 有时候我们讲谦虚 其实内心是不谦虚 那只是表达谦虚 内心是傲慢 但我们现在这个谦虚 是真的谦虚 因为我觉得 我真的不行 我今天为什么做很多判断会保留 因为我知道我的智慧不足 我这样不是故意狡猾的保留 而是我知道我的智慧有限 我也知道这个事情 虽乍一时显现这个因言 但因言变化 变化无常 时时流转 所以我不能轻易用一个单一个东西 论断一个 不能用一个长的看法 去看无常的东西 因为它是无常的 我不能随便把它定为长的 所以我们不过是如实如实而已 我们今天态度为什么会委婉一点 我们为什么会谦虚一点 并不是故意造作 因为道理如此 因为它是事实 你为什么会保持随时的观察 因为它在变化 那当你开始懂得去观察 这个心就不会狂妄 就不会轻易造作 这就会显远离三恶道 是不是这样 就是这个道理 好 所以我们不执着身心 因为这个身心是相依而成 所以我们不住在这里 心不住身 它是相依互相呈现不同的作用而已 我不能心去住一个地方 因为心不可得 身不可得 那不可得 但我们可以方便 所以我们要知道说 我常举一个例子 看到绿灯要不要开 看到绿灯要不要开车 你应该回答正常的话 因为有一次我在开车 我发觉我这边绿灯我开过去 那边另外一边 车都很快又来一辆又来一辆 我说现在闯红灯也长得太离谱吧 开那么快 结果发觉原来我也被骂闯红灯 为什么 因为那个红绿灯坏了 两边都绿的 那边绿的 这边绿的 所以我认为他闯红灯 我相信他也认为说我闯红灯 还好他没看到我是出家人 不然这下就麻烦了 所以绿灯能不能走 正常话可以走 但还是要留意定法非法 所以我们在看很多东西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轻易的被禁牵绊 这时候你从一个被禁牵绊的 那个不自由心 开始长为一个能自主的 能自在的 因为你不会被禁牵绊这种 这时候你就比较能清楚 因为我们一般来讲 就因为对禁的判断错误 才起贪秤次的 是不是 源头在这里 你看他接着讲 若人欲了自三世一切佛 因观法界信一切为信造 那如果我们要远离一切造作 我们要彻底解决这一段处轮回 你也必须要了解这个道理 这是根本知道 那这个道理看似很深 但我觉得我现在试着跟大家讲 就是说我们先撇开这么多的一个文字 那我们就用一个简单的道理 就是说你先试着认识你自己 有时候我会想说 你先不要急着压制你的烦恼 大烦恼当然不要随便造 但有时候你必须要利用烦恼去认识你自己 因为唯有你认识你自己 你才能从根源上断 你始终用压抑的或用回避的 又用自以为是的方式在对抗它 其实弄到最后是什么 这个满身伤口 弄了老半天 不知道如何是好 所以要是有听我讲课的人就讲说 我们学伙学到现在 一来月老奸俱华 都越来 曾几何时刚出家的时候 信誓旦旦 看到一些老和尚走 怎么可以这样 活叫交给你们完了 怎么样 我们应该怎么样 这个就是年少 意气风发 信誓旦旦 应该怎么样 像现在我们也都比较不会这样 虽然还到的那份心 但后来我们发觉其实不是这样 所以我们只要现在看到年轻人 这样的心 我们说你太难得了 你一定是趁愿再来 我们真的是越帐重 没办法 我们真的没办法 你可能趁愿再来 你好好发心 所以有人说 师傅我要这样好好学 我说好好学 如果有什么需要回来 没关系 为什么讲后面那一句话 留个阶梯 因为他可能趁愿再来 我不敢轻慢 但我也知道 以我这么多年的经验 我还是慈悲一点 说如果有什么需要 你就回来吧 这样 没多久他就断手断脚回来 他就这样一泼一泼来到我这边 师傅 你为什么不跟我们讲 我就回答 我怎么知道 我又没神通 你说不定是真的趁愿再来 没想到你还跟我一样 你断手断脚 你看我也断手断脚 你说你怎么没有讲 我就不敢轻慢你 因为你们那么伟大 当初发那个愿太厉害了 而且我师傅也没讲 师傅没讲 结果他看我隔壁 我师傅正在打瞌睡 他就过去 师傅 你为什么没跟我师傅讲 所以师傅就没有跟我讲 师傅就 那我自己也断手断脚 而何况我师傅也没讲 结果他就跑去 他找那个师傅 师傅你怎么没有讲 那个正在流口水 睡到已经不洗人事 你怎么没讲 所以我们现在都学到这样 就是我们不会 我们发觉 放下妄想才叫修行 自己不怕花样想 想东想西 都是你在编的 想那么多 能干什么事 你看我们在断手断脚 这是真功夫 能断手断脚 断那一手一脚 这还算你功德大 有的都是全断的 所以我们后来学到 只有不经一番寒测谷 哪得梅花扑鼻香 你也乱想一通 你连自己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都没看清楚 你还狂言利益众生 是不是 就这么一回事 所以后来你也不知道 到底哪个是高生大德 每个人都在流口水 有的是真流口水 有的是假流口水 你不知道到底谁是真的 你不知道 你就不要猜了啦 反正你自己用功了 好 就简单这样的题 所以我们要讲说 地义是如此 我们知道源头在哪里 地义有多长 会受怎么样的苦 无间 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业力 有这样的造作 有这样绵绵密密 不断的这种造作的业力 所以造成你这样的受苦 也是无间的 你会得到怎么样的报应 这当中 其实他讲出这几 地义的介绍 他只是概略而已 其实是概略而已 真正的第一夜报 就不仅是如此了 所以有时候 我们在看到一个人 受苦的时候 我们讲哪有可能那么苦 你想一想 现前这个众生 所以有时候 我们看到一只蛇 我们有时候 会觉得很怕蛇 但只要你稍微想一下 我经常就用另外一个转想 想什么 他是人 只是他现在没手没脚 他必须在地上滚 他有他的习性 还很嗔恨 他会想咬人 他要吞噬一些弱小动物 他就像你的父母 只是因为夜报 他必须追寻 维持他的生命 他就在地上一直滚 一直爬 一直爬 他只能在阴暗的地方 他虽然要吞噬其他的动物 但他也被怕伤害 那一生就在这种阴暗的地方 寻寻觅觅 寻觅觅觅 你到这个夜报完了 也不知道要到哪里 所以怕虽怕 但你也可以悲悯他 所以有时候我在讲 我自己有时候没做到 但有时候会提醒 比如说一只小狗 乖乖乖 其实你是很慈悲 对不对 但其实还有一点轻慢 为什么 你把它当动物 你应该把它当做人 好可怜 你应该不会说 假如你父母 因为不能活动 而躺在地上 你要给他面包 你大概不会吧 这样狗还不是一样 他就是你的户 你的母 你这时候就想尽可能给他 有时候我们的习性难免 就是我是人 我比较尊贵 你是畜生 我能给你这样已经很不错了 但我们在不断学习 我们的慈悲心的时候 你要转 这些都是为父为母 甚至都是未来佛 他正在受怎样的苦 我今天能给他一分 我尽量给 没办法 我无可奈何 但千万不要随便轻慢 因为这些众生 都是不得自在 就如我们一般 所以这很多都是 法上的一个转换的思考而已 但这个思考 整个意涵内涵完全就改变了 是不是 好 我们接着 在第一名号品 这个第九条 我们引的是第一名号品 第五 里面谈到 普宣大言 无以九之三恶道报 望人者说 令后 是莫法一切恶行众生 闻人者说 使令归佛 其实他 你说我是威胁 其实这才是他的本意 令莫法一切恶行众生 闻人者说 使令归佛 能提早远离三恶道 这才是他说法的目的 所以我们今天讲到这个问题 讲到这个关键的地方 我们知道这些业力里面 其实 丝毫不能有侥幸 因为是点点滴滴 都由自心所现而帮你 你要受这样的苦 所以你知道这个 就是归佛并不是 只是寻求一个信仰上的归佛 你应该是依他的鬼范 不要越过他的鬼池 他的一个鬼范的地方 就是说 佛告诉你 你应该诸恶末做众善方心 你不要跨越他 你不要跨越他 你应该依教奉行 这时候你必然能远离一切烦恼 断除一切轮回 你可以这样做 所以你现在就是归一佛 其实不是光只是一个 简单的归一而已 就像我们刚才讲的 这个花眼睛 其实就是归一佛 因为这是佛所说 所以我产生归一的 我知道应当如何如何 所以有人不是有一个故事 有人堕地狱 他只记得这句话 若人欲了之善事一切火 他只知道这个 朗朗上口 这个虽然他有很强的业力到第一 但他因为经常在思维 不是思维 就是只是念 念到他 这种念当中 多少都有沾一点讯息 虽然模糊不清 但这么一点一思维的功德 但这么一点一思维的功德 就让他出第一 就是在无意中他潜在的那一份因缘里面 如果人欲了之善事一切火 就这样就处理了 为什么 因为这样的智慧功德无边 即便沾得一边 一点点 也足够你解脱 是不是 金刚经也这么说 处处经典都这么说 所以我们才在这样的因缘 这个地藏经 看似以四项为主的经典 我常讲就讲四项的经 要多透露理 讲理上的经像金刚经 要多透点事 或者的话 事理不言容 听不懂 偏事有时候会落入 事项的执着 偏离的话空洞渺茫 抓不到 落实不下来 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讲 这个地狱评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他主要是要令我们归佛 那我们再看那个第十条 我就引于且实地论里面讲 问何故阎魔名为法王 我们叫阎罗王 哎呀好可怕好可怕 他说他是法王 他说唯一能损害诸众生故 唯一能饶益诸众生故 若有损害众生 名为法王 不应道理 你说问什么他叫法王 如果是因为他伤害众生 惩罚众生 那这样叫法王 这不合道理 若有饶益众生 今应当说 云和饶益 阎罗王又被误会好久 所以这里面我看到这个 其实经典里面很多道理都已经讲得很清楚 只是我们都没有缘去接触 他说怎么饶益 答 有能饶益 不有损害 何以故啊 就是说我们称元魔 是法王是因为他能饶益 不是因为他伤害众生 是这样 他是慈悲的 何以故 若诸众生直到王所 另一念故 遂为献笔相似之身 告言 就是会跟他做相似的 因为他能接受的认知的 所以元魔王他本身会以你能接受的样态出来 为来启发你 另一念故 遂为献笔相似之身 告言 如等自所作业 当受其果 由是因言 笔诸众生 各自了之 自所作业 还自受果 他就要告诉你这个 元魔王他主要的用意就要告诉你什么 你是这样造这个业 才受这个果 他就在教化你而已 所以说 便以燕魔时则 众生业力 增上所生 犹如变化 灰众生所 无缓害心 无称慧心 无怀怨恨 乃有此故 感纳若迦 就是说 他 变 这个叫 众生业力 所增上身 犹如变化 灰众生所 无缓害心 无称慧心 就是说 他能接受说 原来我今天受这个报 是因为我的业报关系 所以他会 安然 就是说 我认了 我认了 原来是 如是因 如是果 乃有此故 感纳若迦 地狱 心业更不积极 由业境 以脱纳若迦 去 事故 燕魔 由能饶益 诸众生 故 名为法 因为什么 当我们像现在 我们如果遭受惩罚 但这个惩罚 你不能 欢喜 所以就会结怨 结怨就是什么 你的恶业就继续了 所以有时候 有个道场在 处罚那些小沙咪 来来来 你知道你 犯了什么错吗 不知道 好 暂时不处罚 但你先想看看 等你想好了 我再处罚 那如果有些沙咪 那我干脆都当做 不知道 那这样就没办法了 可是资源上 如果他不认知他的错 你光一直处罚 没什么用 我说这样 就说他不让他生那种怀恨之心 称慧心 缓害之心 你害我 我害你 我凭什么 你惩罚我 到最后他不是 你看吧 如是因如是果 今天你会受这个夜报 没有人谁惩罚你 是你自己感应来的 这时候甘愿了 所以听说那个转轮胜亡 他也有这种能耐 就是有人犯罪 他就直接献神通给他看 你犯这个罪 所以他不需要经过什么 刑事调查 不用直接让你看 你看赵瑞 认了 的确是这样的罪报 是 那像我们 像这个阎魔王 他就是视线给你看 那这个 就是他自己 这个 因为他看到 这是由 中自己的业力所增上 并不是谁来惩罚你 这时候你心甘情愿 那因此你才不会说 在这个业上 再加业 当然即便你第一出 你会不会有其他业 那是你过去造的 那至少在你受这个业的时候 其实任何一个佛菩萨在度化 他会用尽办法增长你的善法 在他的本意上是如此 但众生要是刚强蓝条 也非他能完全转 就是这样 所以后面我们会讲说 鬼王他讲说 我们游走在这个世间 其实大部分都是 多恶少善 那难得有人要帮助你 偏偏你不配合 你偏偏要跟我那些恶的配合 我也无可奈何 是不是 所以我们了解这种 所有的因 这种因缘业感 我们就应该懂得如何防患 我们就以极少极少的善 也感应广大的苦混 是不是 也可以啊 你只要知道原理啊 名为法旁 若诸众生生纳若家 义宿命者 阎魔王更不教悔 如果他知道自己的宿命 阎魔王就不麻烦了 就反正你知道 那我就不谈了 那若有生已不义宿命 王便教悔 就王就会跟他讲说 因为他不清楚 不清楚就不容易消业 而且不容易因此 帮助他未来不要再造这样的业了 所以这都是一种教法 所以你看 即便这些佛菩萨这些人在教法 他还是开启你的智慧 所以我们不是讲说 联活的那个摆好 放光出来 也是让众生知道过失 本来是充满称恨 充满罪过 然后一看 原来是如此 那种恶心 当下窒息 六三种普特切罗 生纳洛家 不义宿命 他这种人 到了地狱 他不会知道 他自己过失在哪 一 急于吃 为身边地 不解观察 随诸恶转 这种人 他 极为愚钝 有时候我们在 现在 当一个环境里面 很多判断都模糊的时候 你就觉得很难很难 为什么 因为你跟他沟通的层次 越来越低 就像说 我有满 满腹金轮 要跟我们家的小黑讲 我怎么讲 因为他听不懂 秀才遇到兵 就没办法 所以未来的众生 就 思维很难分的时候 你就会发觉 极为愚钝 有时候我们看到 有些人很有意思 你百般善巧 引导 疲誉 讲到老半天 他到这时候 师傅你是在讲哪一个 我到这时候 说你 说谁 他讲了那么久 他还说 是哦 是哦 我们各想各的 我讲是他 他想另外一个 还搭配的蛮顺的 我说他这样 这个人 这样做不行 对啊 这样怎么可以 我们竟然能互动了那么久 他想另外一个 我在想他 想到了半天 一开出答案来说 我说我讲你 你到现在不知道 我哪有 早知道不要讲 讲那么多浪费口舌 就是这样 那另外一个 极放异 就是 有受益者 于诸意中 真上单左 不解观察 随诸二转 我们现在讲 这是一个 说明某些类别而已 但其实就是 启发我们 怎么样 如果你是 急于吃的人 不要说到地狱 法王出来 平常都度不了 还有 急单左 放异的人 被欲望所牵绊 这个时候 他要起智慧 自我观察 也难 三 急邪见 未成就一切 诽谤邪见 不解观察 随诸二转 有比不能自然 意念故 另意念 法王就在这时候 一年 但我经常看 这个东西 就是说 我们很多人 如果你不了解 你这种累积 出来的邪知邪见 还有你急重染污 欲望 再过来 你急有一顿 这个时候 其实佛法 要到你身上 不容易 不容易 好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今晚到此 请合掌 愿意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皆共成佛道 阿弥陀